好的 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的是 伊拉克和伊朗能否组成抑制美国和以色列的阵线 未来将会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发展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 我认为两一之间组成一个对抗美国以色列的联盟 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原因在于尽管两一之间它有合作的需要 合作的意愿 而且也在深化各个领域的合作 但是毕竟伊拉克政府它同时也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伊拉克政府 它要保持自己外交独立自主性的基础上 还是要平衡地发展同美国和伊朗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构成一个反美反乙的联盟的可能性 基本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两一走近 它会对这个地区形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和对这个伊朗 极限施压的情况下 那么两一合作对于伊朗缓解自己的经济困难 拓展这个地区的这个回旋空间 它是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呢 使美国呢 在遏制伊朗的这个有效性方面 它面临困难 也就是说包括两一之间的合作 以及伊朗同其他友好国家的合作 就使得美国它不可能把伊朗这个完全地遏制住 也就是说它整不死伊朗主持人 好的 非常感谢董漫远先生的分析 谢谢